大陆河南许昌市政府11号集结了近3000名武警城管等 在许昌市临景镇全电煤矿前 强制驱离要求立刻停产的大批农民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最终村民被强行驱离 但是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河南许昌市全电村村民6月12号向新唐人证实 确实有大批警察前来驱赶维权村民 在这次冲突之前 村民们已经在全电煤矿公司前 连续抗议12天 每天约3000人轮班参加 要求煤矿立即停止生产 期间当局多次派警察驱逐 都遭到村民的反抗而失败 引发争议的全电煤矿属于河南神火集团 三年来 全电煤矿由于过度开采 给周边村庄带来严重的地线和空气以及水污染 许多村民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 有些甚至面临倒塌的危险 村民们多次投诉上访没有结果 最终被迫亲自讨说法 据了解 在村民抗议期间 煤矿公司和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出面回应 对村民的诉求视而不见 新唐人记者张天宇 中原采访报道 水谷 守着